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混导师 就要先成为一名优秀的铁匠 学长 难难 这些你都要记住 特别是这一条 于昊进入混导系学习 在八个月 就挑战兵科二级混导核心 不知他能否成功 不知他能否认为一名优秀 精神 敌人 免作 我 我通过了吗 还差一步 彩头 帮你小师弟 测试一下这件魂光射线 命中六号把位 小师弟 恭喜你 你成功了 好孩子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二级魂道士 创造了时来刻成的历史 谢谢大家